李隆基的未婚妻 黃青霞、Chris被控衛取得入境證 而作出虛假陳述 使用虛假文書等陸罪 案件今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李隆基亦有盜庭聽審 等候開庭期間 李隆基在旁聽席 不時拖頭閉目養臣 獻得心事重重 當法庭傳召黃青霞 由庭警壓到犯人欄裏 李隆基馬上看著他 兩個人心情對望 而基格亦變得情緒激動 雙手掩著臉落淚 控方向法庭申請 新增控罪7 違反逗留條件期間接受工作 案件壓到5月28日再審 被告需要繼續還押